新竹市中央公园 经过八个月的改造工程 俨然已经成为新竹市的公园示范点 改造后的中央公园 增加多项油气设施 像是沙坑 地井式滑梯 碗形荡秋千等等 都是有别于过去 大家常看见的制式游乐器材 之前像在福后街那边的 都是一些好像是那些健身器材 这边现在多了这些 小孩子的一些溜滑梯啊 荡秋千 我觉得就是对于 有小孩子的爸妈来讲 这是多了一个很好的地方 的确是现在看到这溜滑梯 跟之前看过的 其他公园溜滑梯 是真的是不一样 我能够给他怎样的休闲空间 应该是说给他不同的启发吧 对 因为他可能就是在 就是在坐中学坐中晚的时候 会发现 哎 这是不一样的 就是游戏方式这样 中央公园儿童油气再生工程 9月2号上午正式启用 这座公园在民国80年 开辟完成历经25年的使用 内部设施已有杂乱老旧 步道扑面破损的情况 这次工程争取内政部 营建署补助536万元 并以总经费约1300万元 执行再生工程 今年1月动工到现在9月 我们历经了将近8个多月的时间 那也不断的调整 也跟在地的里长居民不断的沟通 所以现在的这个中央公园 是一个崭新的公园 它把旧的东西留下 但又注入了很多新的元素 我想我们现在在这个现场 可以感受到这个中央公园的改变 这个公园现在充满了孩子的欢笑声 增添了更多贴心的一些设施 好比说我们知道 孩子这个年龄层的分布很广 所以孩子大小的差异很多 那我们的洗手台的设计 可以如何合大朋友 小朋友 中朋友都可以来使用 那另外呢 我们也把整个公园周围的这个步道 重新拓宽 而且把它铺得更加平整 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公园 有很多的长者 他们需要能够散步 甚至有一些年轻朋友想要慢跑 都可以在这个公园周边来发声 我想中央公园再生计划 不仅只是一个公园的改造而已 那这是一个城市市民 共同使用空间的一个再造 市角林志坚表示 由于目前市中心的绿地不足 市府将投入1亿8631万元 进行大规模改造串联 让新竹市逐步迈向森林城市的愿景 包括护城河的再造工程 文化局文化公园 金国绿郎道 以及中央公园三民公园 龙恩郡清水空间的串联 开播新竹观世联采访报道